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章欣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8月6日 下面是財經新聞 目前,中國、美國來往的航班一票難求 已經買好的機票,也是經常遭到無理由熔斷 不過,據加州大學官網數據顯示 2022年申請季,要是學校加起來的申請數量突破了21萬 創下了54年來的最高紀錄 其中在今年秋季,國際生入讀加州大學的人數中 中國留學生佔54% 本台特約評論員安平認為 在今年年底之前,也就是中共二十大召開之前 中美航班一票難求的這種狀態 不會有什麼根本的改變 跟中國大陸無處不在的核酸檢測一樣 他認為,可能在明年的春季 也就是中國每年3月中旬的兩會之後 核酸檢測將會大概率、雲消無散 因為習近平的連任或不連任已經沒有懸念 用疫情控制人民的手段 張揚為於經濟、民生等等維持政權的事情 但至少在現在,幾乎所有想要離境的人都知道 在中國各海關搞不好護照就會被海關人員展去一角 只有學生出國留學是無法拒絕的理由 在中國現在有一個流行詞,叫做潤學 潤是以英文run的諧音取名 意思是能夠逃跑就逃跑,逃離中國 安平指出,習近平在文革中也曾經潤過 YouTube上有這個視頻 在很多年以前,習近平接受延安電視台的採訪 談到當年之稱落鄉去延安 在北京火車站,其他人的家人都悲傷地送別之稱 但是習近平卻很高興 他對著電視鏡頭說 為什麼高興?因為留在北京,命都快無了 去延安當然高興 到了延安,習近平說 看到那裡的知識青年的勞動強度感到震驚 而中共政府所謂的長征也是一路逃跑 今年以來,疫情清零、政權維穩 以及一系列的社會事件 讓不少中國人對於中共的政權產生了法治內心的厭惡 在微博、微信、社交媒體上 很多網友都心懷不安 他們抗議說,那麼長時間過去了 鐵鏈女沒有任何消息 唐山四個女孩沒有任何消息 但是中共一秒鐘就精準掌握你全部數據 中國有名的評論員 人青大眼的李承鵬說 你在哪裡?訂了哪一天的火車票?想去做什麼? 你知道的,是給你知道的 你不知道的,永遠不會知道 大眼的文章 在大陸是被封鎖的,根本看不到了 那些網友說 下一秒,很可能一個人在一記門棍下 變成八孩鐵鏈女 一個文件被曝光出來 一個地方政府居然唐如旺之地匿名轉移人口 實際上相當於拐賣 中共政權的荒唐都不是正常人能想像的 這就是很多中國人 義無反顧地選擇潤的根本原因 家長已經不在乎自己如何 而是還未成年的女兒 家長從內心感到無助 在這塊有著五千年文明的土地上 居然保護藥女子是這樣的令人絕望 美國處於水深火熱中 安平認為 人們紛紛潤到海外這個情況已經成為事實 中共不可能不知道 怎麼辦呢? 前一段時間 中國移民局聲稱 要嚴格執行從嚴從緊的出入境政策 從嚴限制中國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動 嚴格出入境證件審批簽法 據了解 旅遊、探親、訪友都屬於非必要活動 最近 場內不少官媒以及大午無小粉紅紛紛出動 通過社交平台批量 散播美歐陷入通脹崩潰的負面消息 有文章說 美國通脹率已創下1982年以來最高水平 民眾擔心通脹引發飢餓 約百分之七十的美國人正在用他們的儲蓄來支付不斷上漲的物價 還有消息稱 接近六分之一的德國人為了維持收支平衡 被迫放棄以往一天吃三餐的生活規律 另有報導指出,日本的平均工資三十年來未見上漲 甚至有三分之一的單身女陷入貧困 此外,媒體上關於英、法、瑞士等國家的崩潰論 亦曾出不窮 安平指出,連牆內的一家媒體都看不下去了 然後就發了一個高級黑的貼紙 針對暢衰歐美的言論 列出了全球移民流入和流出人數最多的二十個國家 同時,在標題中反問道 國外都那麼水深火熱了 為什麼還有人要去國外受苦呢? 這份報告顯示,在全球前二十名的移民流入國中 美國遠超其他國家高居榜首 排行第二的就是德國、英法緊隨其後 中國網絡數據顯示 近期各大搜尋平台上關於移民的搜尋次數暴增 微博指數增加4倍多 搜索量達到近5千萬次 騰訊報導指出,百度顯示 搜索移民熱度排名前幾名的中國省市 是上海、江蘇、廣東、北京 在移民搜索潮的消息傳出後 各大平台已不再提供該關鍵詞的指數 和搜尋趨勢 所以現在是搜索不了了 中產階級成為潤的主流 中國過去的40年經濟發展、城市發展、 財富增加 但是現在似乎走到了一個拐點 潤出國的主體是一直過著歲月正好 比較安逸的生活 但是從今年的上海疫情 一夜之間進入飢餓狀態 什麼尊嚴都喪失了 歲月正好派成功的中產階級感到震驚 在80年代、89年、2008年有幾次出國留學 移民高潮 比較多到美國、日本和高大利亞 過去五年有一群人開始離開 潤學興起 有一些人變賣房產 積蓄到西方國家 2016年國進民退 資本市場崩潰、股市崩盤、肖建華被捉等 走的不完全是資本家 而在近期 有一些文藝界名人 比如張藝茂、姚明等人 現在也已經出國安頓 而這一次潤的主力 被證實為中產階級 自由亞洲電台從上海兩家移民公司得到消息 申請移民案量增加好幾倍 今年明顯比去年6月之前要多出將近4倍 美國綠卡、加拿大豐葉卡 移民審核需兩年至少兩年半 歐洲約6個月至8個月 加拿大移民監5年需累積2年 美國一年要去2次 美加花費約100萬 歐洲多為買房移民或捐款國家移民 約128萬人民幣花費 申請歐洲國家拿歐盟護照 最快只剩葡萄牙 葡萄牙要求居住買房移民 一年只需住7天 兩年14天 吳齒希臘要求住7年 西班牙要求住10年 而且葡萄牙免簽美國 中國大陸的中產階級 都肯駁最後一班車 最快是土耳其國籍 一步到位 25萬美金買房獲得身份 相當於百多萬 不到200萬人民幣 現在已經漲價了 據說要漲到40萬美金 可見人們對於擺脫起路無常 毫無法制的中共 是多麼迫切 來自美國地產協會的調查報告 全美地產經紀人協會 在7月中旬發布的 美國住宅市場國際交易報告顯示 來自中國大陸和台灣以及香港的買家 在多項指標中顯示出兩大編號 喜歡加州 喜歡好的屋 NAR調查了全美9,400位地產經紀人 調查時間為2021年4月至2022年3月 這12個月當中 赴美人員一共9萬8,600套住宅 總值超過590億美元 從所購房屋數量看 由於中國大陸外匯政策收緊 以及2020年初突發的疫情限制 例自中國大陸、台灣以及香港的華人買家 簡稱非美國人華人買家購房數量 顯示出逐漸下降的勢頭 2017年 非美國人華人買家 在美國購買了40,600套房屋 到2019年 這個數字跌破了2萬套 2020年的數字為18,400套 2021年減為6,700套 2022年為6,100套 但是從所購房屋總價看 2022年度 非美國人華人買家購買總價值為61億美元 仍然排名第一 排在第二的加拿大人 購置了55億美元的美國地產 印度公民排名第三 資產規模達到36億 而墨西哥公民購置了29億元價值的美國地產 在2022年統計年度 外國華人買家給上一年度所購房屋 減少600套 但總房價增加了13億美元 2022年度 非美國人華人買家所購房屋均價 比上年上升近30萬美元 從房屋均價看 非美國人華人買家所購房屋的平均單價最高為105萬美元 遠超其他外國買家 比如排在第二位的印度人 所購房屋均價為70.2萬美元 第三 第三 巴西人為49.1萬美元 第四 加拿大人為48.5萬美元 從購房總價值看 本統計年度外國購房者 已逆轉2017年以來的市場下滑趨勢 可以說 華人是撐起房價的主力之一 還有一個特徵 那就是非美國人華人買家中 有六成是現金買房 在房價超過100萬美元的條件下 形容現金買房 這樣意味著 最近的買家比前幾年的買家總體上看 擁有更豐厚的資金實力 非美國人華人買家 最喜歡的購房目標州仍然是加州 31%的買家在加州購房 其次是紐約州10% 印第安納州7% 佛羅里達州7% 在中共喉舌媒體上 不斷釋放美國的壞消息 美國房市進入高速通販期 房價高漲 因為通脹風險加大 美聯儲已經開始連續加息 利率提高 房市下跌風險加大 但是 來自中國大陸的買家 落役不絕 據彭博社報導 總部位於倫敦的投資移民諮詢公司 Henry & Partners估計 約有一萬名中國的高正值人士 希望離開中國 現年46歲的上海餐館老闆 哈里胡表示 他最近已將兩家高檔餐廳 以2000萬元人民幣出售 獲得了約300萬美元的資產 現在他聘請了移民律師和理財經理 希望將他的資產搬出中國 這是屬於高一階的人士 也就是說 不管是富裕階層還是中產階層 對於富裕階層 他們面對的是共同富裕 無止境的清零 而對於中產階層來說 則是失業、裁員 女性受到生存的威脅 得不到法律的保護等等 資金強勢一些可能在美國落地 資金掃緊一些選擇歐洲也可以 人心思辨、人心沒了 這才是中共最可怕的事情 壞人最怕的就是其他人知道他是壞人 騙不下去了 這次新聞和大家播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點讚和留言 我們下次再見